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大厂导入智慧农业科技 打造更优质的饲养环境 提高生产力 当然在天气热的话 我们就是用水帘去 适度地让鸡舍去降温 那如果是寒流的话 那就是可能需要去调整你的通风量 搭配瓦斯的加热器去做保温 也调整说让它的温度 其实是可以不像户外的温度 可能那么急剧的变化 让它是平缓的 像鸡在试音上 也会更没有问题 台秦是台湾土鸡的龙头 所以它一年的产量 大概有1200万只 占台湾的土鸡 12%的产量 自己的厂导差不多40个人吃 那其他的就是代仰户 那代仰户的部分 就是占了这些产量的一半 那保驾户的部分 差不多10%左右 那剩下的就是直营户 直营户大概三成多 吃我们的飼料 小鸡由我们供应 毛鸡由我们贩售的这种客户 为了维持一定的产能和品质 养出一只只肥美的土鸡 虚产公司规划 带养户 保驾户 直营户与自由厂 这四种合作经营模式 辅导机能转型或升级 从彰化到屏东 方眼望去 弃作的机场超过上百场 身为续产公司第二代的翁顶祥 并持垂直整合 专业分工 优化总机源头 积极培育训练管理人才 达到产业双赢共好的局面 我们垂直整合就是从总机 飼料 鸡丁 销售 垂直整合 可是每一个地方有它专门的人 所以专业一定要分工 我是兽医系毕业的 会有新的设备 然后有比较充足的 饲养管理的知识 那其实兽医的话 直接在现场饲养 你就可以很快地去了解说 你的机什么时候容易有状况 那该怎么去做 可能通风或保温上的调整 或是一些营养物的添加 除了新颖的设备 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之外 专业的兽医团队 例行性的许试与检查 强化疫病的防控和诊治 协助机场有效控制损耗率 产出健康的机制 让民众能够持得安心 经济动物来说 一天都会有一些正常的损失 然后我就会解口看看说 它有没有什么疾病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想的那种法医 借由婆姐知道说 现场的鸡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细菌感染的问题 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了解 然后抽血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鸡都有打疫苗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抗体 是不是足以保护对这些病毒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它的体型 然后有没有会跛脚 然后它羽毛的蓬松程度 机关的大小跟状况 去判断说这只鸡 是不是在鸡群中是相对弱势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隔离开来 在那个区域里面 我们就可以给它比较低一点的 饲料盘跟水球 那这样它就可以进食的更顺利 让它的体重不至于说跟大家一直拉开那个差距 就是客户的保健品有没有泡垢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符合药材的状况 这些都是兽医要做的 跟食安比较相关 帮人类做一个把关这样 身为台湾第一家 也是拥有最多家产销履历机场的续产公司 长期以来身为食材供应商的翁鼎翔 也开始思考开创另一条路 让更多消费者能有更多方式 品尝到新鲜 营养 美味的好鸡 那我们在操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心得 因为食材都是我的嘛 所以我为什么自己 不能做一个次品牌 推广这个东西 土鸡大家最常知道的应该都是低鸡精 不过我们说低鸡精 外我们还有把土鸡拿去做其他的加工食品 距离像是鸡汤还有熏鸡 那我们会针对土鸡的肉质跟特性下去做研发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优势 目前场内饲养的是有红鱼土鸡 黑鱼土鸡跟黄金鸡 那它饲养周期大概是到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 那它的肉质会比白肉鸡更为是有嚼劲的 然后更适合拿来炖汤 除了自有官网以外 我们现在有在各大白货 就是设立快山柜的柜点 所以就是在不定时的时候 北中南的白货 都可以看到我们家快山柜的生意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 就是比较零售的管道以外 我们有在做企业赠品 企业礼品的部分 从养殖 产制到销售 专业土鸡饲养场坚持亲自把关 提供最高规格的食品安全认证 以消费者的观点出发 研发各类调理食品 送礼自用两箱仪 拓展台湾土鸡市场的竞争力